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谢神神大人 免礼 我既被奉为神神大人 凶兽 听说这几年来 我与此 严大叔 接下来 我们商量好了 不管到哪里 知 是啊 是啊 当年我们就是从中原来编辑 严大叔 你们还是早点走吧 现在也不算太安全 好 多谢各位恩人们 接下来做什么 你们 岳姐姐 方才营地里的阵法 你们要不要随我一起回仙霞 那就叨烂了 小異国 睡到菜看起来很好吃啊 掌门似乎经常做这套菜 爷爷说可以少刷几个盘子 很方便 我可以少刷几个盘子 这只能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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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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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这一局也有一个小时数 没关系,我会有反应的 不然我会做什么 但是我都会做的 不然我会做的 我都会做的 但是我都会做的 不然我会做的 那我都会做的 我都会做的 你们可算回来了 怎么样啊 没伤着吧 爷爷放心 此行一切都好 不仅如此 我们还将哈湛前辈请了回来 哈湛前辈 这 这是新灵兽 鬼村女 你真是太厉害了 小子 别高兴得太早 小子 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还小子 你未几百岁 在我眼里同幼同无异 还有 若是你们固泰富盟 本山神可是会随时离开的 想不到明术门衰败 原因竟是如此啊 多谢山神愿意再给我们机会 我现在才知道 明术门族上做过这么多措施 现在哈湛前辈也回归了 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嗯 有你和修无在 明术只是族上先辈使用如此印度的束缚法术 且 也难怪 是 古柏 他是明术门最后一支 被束缚之术折磨的御灵 也是西年 我的御灵 与你和巧灵一起长大不同 古柏是我太师父那一代传下来的 在明术门的时间 可是有百年之久了 十五年前 你爹娘外出寻找御灵 重伤归来 当时明术门只剩下这一支御灵 所以我自然是把它当成宝贝各的看 他没想到 想必是您灵力全无 无法维持束缚之术 契约被迫解除 所以古柏才能离开 孙女你在外面走动的时候 记得帮爷爷多留意留意 兴许有机缘能碰上古柏 古柏是陆灵 他眉长如絮 左路脚上挂着一个玉莲环 嗯 我记下了 难道还存着龌龊心思吗 我只是想向他表示明术门 但愿如此 长大了 一路远行累了吧 来 快谢谢谢谢 白人 然间 爷爷 怎么了 孙女儿 你来得正好 还记不 我之前在帮您收拾房 那个盒子 我记得有些年头了 护福就收在那子 好 出来这么久 也不知道平溪村的各位怎么样了 若是有闲暇 就去村里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吧 不过 你得和我一起去了 好 多谢 我们既是同伴 这亦是我分内之事 哈战前辈回归 名术门光复有望 历代先祖和爹娘 一定很高兴吧 姑且不略鲁龙军营法真意何种目的而见 但受强迫众多民众为旷役多年 实事不忍 休无与我之共生疏 仙霞派亦不知解法 神尊卫生疏 神尊命我暂留人界 但此物梦章究竟何意 神尊卫生疏 师弟 师姐 一起走走可好 好 知录 师弟 师弟 看起来怪怪的 是有心事吗 师弟 怎么了 怎么了 对了 你是因为丢失了武器 敖虚神尊才命你留在人界 你应该很想回神界吧 天地六界 我并不留恋何处 我只是 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一个人在屋中想的时候 总觉得有些 烦闷 应是 原来神仙也会烦恼 那 那我教你个方法 我爹娘刚过世的那几年 我夜里想他们 想到睡不着时 就偷偷出来看星星 其实我知道 人离世后 变成星星不是真的 你也说了 他们是驱王鬼界 但是我宁愿把星星当作他们 把我最想对他们说的话 全说出来 心情就一下子好了很多 回房之后 我就能睡得着了 这个方法你要不要也试一试 你爹娘 可是真的住在天上呢 神族无父母 我无可倾诉之人 神族无父母 但是 子秋明明是 神子啊 休息吧 我 你不得了 你只是长在家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 什么 你不得了 我 你不得了 我 你不得了 我 我 你不得了 却也不会说出烦恼了 修无 变得有点像人了呀 阿游 你又投着劲了 被师姐们发现 又要把你丢出去了 放心 我早就默清你们巡夜的规律了 他们在半个时辰之内 是不会经过这里的 就算师姐不会发现 师父也会发现的 你师父这时候 估计正忙着查阅阵法典籍 没空管我这个小人物的 刚才看你望着月亮出神 是在想什么 我知道 又想家了是吗 仙霞派就是我的家 也许别人看不出我 但是我能懂 因为 来得这么快 晓晴 你快回去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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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掌门也出来赏月啊 桑霞事 仙霞派应已聚你入内 你屡次犯鉴 我将你关起来也无可厚非 别呀 沈掌门 但此时可不做计较 我也正要寻你 你想要的东西 好 修吾啊 修吾 到后殿来一下 修吾 刚才清书已经把书库里的东西 都搬出来了 都翻一翻 说不定还能再寻到几只鲜兽的踪迹 赵神之术 神族不远瞎见 怎还会有赵神之术 不知道是哪位前辈 将此等细说之物 放在门派藏书阁内 我看看 这的确是赵神之术 什么 上古之时 人族供奉神族 可得神族必有 按书卷所言 只需念出赵神咒 即可召唤神明幻灵 其威力 虽远不及神明亲礼 但在人界 应也十分可观了 只需念出赵神咒 这么简单就可以召唤神明幻灵 非影 神尊赐予我等的神爵术为秘书 在此之上 若想试展赵神术 就须知晓神明尊好 尊好极为特别 神族甚少告知他人 而绝地天通之后 之后 神族不再离开神界 所以 他们的尊号 应已甚少在人界流传了 说起来 神界有位 骁勇善战的神将 我记得他的尊号是 这里确实记载了一个神明的尊号 不过 我已经有了一位神族师弟 这赵神咒试用不上了 继续寻找献兽志吧 好 师姐 鲜兽志 锦巴爷 生前是江宁府蜀族的首领 蹄帽是黄金色的 故去后 因放心不下众多子民 传闻其为女娲后人收服 鲜兽志 火侯王 火侯一族的王者 居住于玲珑府地的圣寿 昔日受蜀山掌门李逍遥之托 于 数年后 组内突遭来历不明的鹿妖袭击 火侯一族 被守护天蛇杖几乎全灭 火侯王 亦被重伤 十月十七 雷玉玲终于孵化出来了 他小小的 毛茸茸的 好可爱啊 我给她起名叫巧琳 巧琳 巧琳 她也喜欢这个名字 师姐 这个 似乎是你写的日志 这些东西 怎么会在这里 爷爷 这都是些琐事 怎能同玉玲手机放到一起 你是未来的掌门 掌门手机 当然要放到书库里了 师弟 快给我 师姐现在每日写的东西 就是掌门手机吗 算 也不算 掌门手机 大多记载了玉玲修行的情况 爷爷没有玉玲 这件事 就落在了我身上 每日写完巧琳的事 我会再写点日记 时日长了也习惯了 你写字的时候 很用心 修道者需心态平和 若是恼了怒了 就将这些全部写在纸上 心情也能平静下来 老徒子 老徒子我现在可平静不下来 翻了一天 也没看到什么有用的 明术门的资料太多 今日没什么收获也正常 先休息吧 有人在敲门 这个时候 会是什么人呢 我会是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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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是月清书月姑娘吗 我派掌门有要事相伤 请月姑娘并上神 一步天师门一许 既是孟章掌门相邀 我们这边出发 掌门在神圆塔攻换二位 神圆塔 难道可以见到小秋吗 早知道我就带些小点心来了 师姐很喜欢那个孩子 这么懂事乖巧的孩子 却只能被困在高塔中 等天魔忠与凶手之祸解除 或许我可以抱起了神经 师弟 你说什么 没事 给你 您要是 您要看 还不加 您要带你 您要带你 让你ilan 您要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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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神 此番请您前来 是神尊有神谕亲传 请随我去神渊塔 月姐姐 小秋 最近好吗 不好 在这里待着 只能远远都看孙子 太闷了 神谕只对修无上神传达 请月姑娘随我 一步别处休息 好 听闻月姑娘 已获得兵仙寿 实在可喜可贺 明术门降服仙灵寿之法 果然世间一绝 您过欲 若不是有您提供仙寿制 晚辈也无从得知其所在 且有休无相助 才能侥幸成功 月姑娘福气不浅 这点 尚神和神子都与姑娘交好 只是 毕竟人神身份悬殊 尊卑有别 这点 还请月姑娘牢记 多谢掌门提醒 不知神尊有何指示 天魔众尚无异动 神尊同意我先协助仙盟 剿灭凶兽 如此甚好 恰逢仙霞派传来消息 在峨眉山附近 出现了凶兽的踪迹 但尚未发现他藏身之地 既出现凶兽 我即刻动身 尚神可还需要其他助力 不必 依旧 犯费 猴月 2 3 我可以把他放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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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军营地中就觉得那枚班纸眼数 孟章和那个阵法难道有什么惯例 师弟 你先回房间 我有事同爷爷说 那我们一起过去 我 要单独同爷爷谈谈 你先回房间 你放心 我们就在大殿 离你不远 哦 我先回房间 我先回房间 你先回房间 你先回房间 我看你回房间 就是你给房间 我说的 什么 我看你回房间 确定没有看错 没看错 黄皮子就是黄皮子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爷爷 说正是 那你是如何想的 我想起码告知情媚 她在查阵法的事 若是知道童梦章有关 也能有个调查方向 白姑娘是个实在人 你告诉她 她会报你的 那 是不是也同真人说一下 不妥 眼下拿不出十足的证据来 查识后再说也不迟 这件事 除了你我和白姑娘 暂时不要再与其他人说 修武也是一样 我明白您的顾虑 师弟毕竟是敖虚神尊的下属 若论关系 同天室门更为尽限 但 白孙女 我们不是防着修武 是防着那个梦章 在这样的人经面前 你师弟 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我明白了爷爷 那我和修武 这就去仙下派 一路小心哪 我 我 黄皮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不像好话 你听到了 方才听掌门大声喊了那句话 黄皮子是说天师们 都是陈年旧式了 名书门同天师们 差不多同时开山创派 两派的祖师爷 也曾十分意气相同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令两派视同水火 总而言之 爷爷十分讨厌天师们 但是我并没有这种芥蒂 先祖们的事 同现在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吧 好纯净的水灵之气 既然已经找到 告诉爷爷一声吧 爷爷 是这个吗 没错 不过 这个天机护福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乖孙女可别小看了啊 她还有些来头呢 这是百多年前 一位蜀山掌门和她的千金 这位里掌门 几番聚魔祖于人界 风姿卓绝 那她女儿呢 这小姑娘也不是一般人呐 她生来便具有特殊天赋 和极高的灵力 能与万物生灵沟通 打小就行 她也会御灵术 非也 是无师自通 她母亲的来历 似乎不一般 这天赋 或 因这御灵术 才与我们明术们 结下缘分 不错 我在前代祖师首扎中得知 她志同志灵 以小姑娘心疼御灵 离掌门心疼女儿 御灵生病 还是得靠御灵术来治 此道的行家里 自然明术门是头一份 最后那妇女俩 便来了此处 冰御灵 又是得了什么怪病 不是病 那御灵在蜀山某处 隐秘动天主 当时的掌门 一眼就瞧出癥结所在 这冰御灵顺利炼化 几日过后便无恙了 哦 所以她妇女二人 便以天机护福相赠 作为感 对 这位蜀山掌门 倒也 还不值呢 仔细说起来 这 说这么多 我也累 原来明术门与蜀山派 有这层渊源 蜀山派 嗯 蜀山是修仙大派 曾有庶名弟子得道飞升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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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名术门月姑娘 正是 道友言 区区不在 既然道友这样说 师姐 爱信不信 这 岳姑娘大 这仙兽致你 多谢 师姐 既是名 那你的风景 还算不错 所以今天我心情 也能 好 5號,就適合來一起活動生體驗移動啊 5號,就選擇有力,有力的速度,行動啊 5號,就選擇了,有力的速度,有力的速度,有力的速度 5號,就落力了,有力的速度,有力的速度 5號,就讓人令到速度,有力的速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我们上来 前方之力 果真不太反应 啊 头真好呀 我忽然闭了 因为我忽然可以 也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懂 那一定是我们的 林大婶 他 他兄弟 这 听起来 再说 师弟 他们夫妻二人 感情向来很好 林大婶是不会瞧不起 这种书的 若不是他瞧不起他丈夫 为何又要艳陷他人 羡慕旁人过得比自己好 本就是人之常情 这也不奇怪 哦 结果如何 要是有公车就好了 小红肯定会很高兴的 还行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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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太神奇了 上身后 还是守夜安全线 飞 飞大 我们都软了 没出发 飞 飞大 飞 我不会放弃的